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9月27号,周深喜提新身份,他也在收销平台上面发了一段很走心的文案 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天籁行动的公益大使,今天是国际龙人日 希望我们一起关注听障人群,让他们可以听到亲人的呼唤 而不再是突如其来的拍一拍,让他们听到音乐的声音,听到爱的人的声音,感受世界的美好 这是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多媒体实验室、信息无障碍研究所等 共同发起的天籁行动,呼吁更多科技力量的加入,改善听障人群的听觉环境 其中提到信息无障碍建设,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同时也邀请到了周深担任公益大使,传递公益的力量,让爱充满人间 每个孩子都是降临人间的天使,可是有些天使的诞生,上天很残忍的给他们关上了一扇窗 让他们很难的与世界接触 这群特别的孩子因为自己的不同,通常需要家庭的更多的呵护,即来自于社会的更多关爱 周深能够担任到公益大使,这是对他的认可 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也一直在公益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周深是个内心充满爱的人,他一直热心于儿童公益事业 曾先后于2016和2018年两次捐助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担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幸福列车公益项目的爱兴大使 关爱留守儿童 有人说周深的嗓音是被天使吻过的声音 有人说周深是一位灵魂歌手 有人说周深的歌声位于天籁之声 上天给了周深一副好的嗓子 可是有些听上儿童却无法听到罪人的歌声 这是一种遗憾,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科技力量加入 让天降的人士能够通过科技手段的辅助 聆听世界的美好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